放量追高,令无数英雄尽折腰 您知道怎样的放量买入,基本不会被骗现吗? 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世界冠军在博股国际投资论坛上分享过的量价交易模型 此模型确实买得稳,买得准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记得先加关注,有利于得到回复 Linda说股的粉丝可以点赞转发,以便与及时收到下期分享 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Linda说股小课堂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量价组合经典战法 今天给大家聊到的是荷花战法 它的买入模型是发生在市场的一个相对的低位 荷花战法一共有三个核心要素 第一,股价要处于下降趋势线的突破状态 第二,阳量要大于昨天阳量的一倍 第三,MACD在低位出现金叉之后发生纠缠 再度交叉以后打开 那么这是整个战法的三个核心要素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图 首先看呢,这是一个荷花战法 它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不是股价的上涨 而是下降趋势的一个突破状态 第二个,它是什么呢? 它不是成交量比昨天放大 而是今天的阳量比昨天的阳量也在放大 第三,那它不是什么呢? 它不是MACD金叉 而是MACD二次打开以后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三种状态呢 统称叫多头占据优势 我们再来看荷花战法的一个案例啊 这只股票呢,随着股价的下降 这套战法它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突破 它不是一个K线图的阳线 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突破 这个要注意 其次呢,它不是放量 它是今天的阳量跟昨天的阳量的一个比较 它出现了放大超过一倍的一个状态 第三个,它不是什么呢? 它不是MACD的金叉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MACD出现二次金叉以后打开的一个动作 总的来说,通过价格 通过成交量 通过技术指标 我们都能够三位一体的看到 多头占据绝对优势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买入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荷花战法 然后呢,我们看啊 这只股票在出现了荷花战法的买入点之后 大涨了148.9% 我们再来看这只股票 那首先看它是什么? 它是多头占据优势的一个价格特点 它不是一个股价的阳线 它是下降趋势线的突破 对吗? 其次,它是什么呢? 它不是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的成交量大一倍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今天是一个阳量 昨天也是一个阳量 就是当多头开始集聚能量以后 那么多头的能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一种表现 叫阳量大于昨天的阳量的一倍 好,我们再来看 它不是什么呢?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MACD金叉 它是什么? 它是MACD在进入低位以后 在零轴的下方 二次出现金叉以后 一个打开的动作 这个打开的动作是一个多头占据优势的表现 无论是从价格 还是从成交量 还是从指标 那么三位一体的这个多头占据优势的动作 告诉了我们 这根K线 它是一个稳健型的最佳买入时机 当然啊 这只股票后来呢 也是67.4%的一个持续的上升 也证明了这一点 好的 最后呢 让我们对这个荷花战法呢 进行一个总结 阳是阳被量 趋势刚向上 指标在低位 二次金叉强 好的 今天关于荷花战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个战法 你可以通过关注 转发 收藏 点赞等方式告诉我 当然也会有人说了 我喜欢是很喜欢 但是老师你这个方法 我刚才有点没听懂 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大家去收藏这个视频的原因 你可以反复的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课的朋友 你可以先去关注 关注了以后 假如你有不明白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互动平台的方式跟我互动 只要你有问题 我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学会这个买的低买的稳的战法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掌握此方法 买点不用愁 入您法眼 请您点赞 朋友们 咱们下期见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视频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视频提供的股票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 风险自负 唯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决策 才能更好的在股市获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